西连锅勒 美丽大草原 白云千里 一草如鸽 在无肉不欢的草原 体会大口吃肉的豪放洒脱 红食 白食吃什么 什么样的羊才被称为肉中人生 烤全羊 涮羊肉 羊蝎子 鲜美无比的牛羊肉 美丽无边的草原风情 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草原人的快乐吧 来内蒙古西连锅勒盟 尽情体验您想要的草原风情 尽情关注消费主张 西连锅勒大草原 是我国四大草原之一 广袤无银的草原上 蓝天白云 绿草如烟 牛羊成全 每年七八月份 您可以在这里尽情驰骋 感受草原的辽阔与壮美 体验牧民生活的淳朴与宁静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西林浩特市 嗨 网友 嗨 门静 欢迎你在草原最美的季节 来到我的家乡 草原明珠 西林浩特 这里也是西林国伦盟 蒙古所在地 那我真是太幸运了 而且我也很期待这一次的草原之旅 西林浩特是草原中的城市 也是蒙古族历史文化及民俗风情 保留最为完整的地区之一 像我们这里有纳达木大会 国际游牧文化节 不仅如此 你看我们身后的这个马 都知道我们这里 马文化也是渊源流长 话不多说 现在我就带你开启 我们的草原之旅 要说西林浩特是最火的夜市 那就是市区的圆河夜市了 这个夜市 今年六月一日才开始 每天客流量 可以高达两万人左右 晚上好 晚上好 欢迎你俩来到我们圆河夜市 我看到我们这夜市里面 已经有很多的人了 对 浓浓的烟火气 已经扑鼻而来 今天我就带你俩好好逛逛 我们圆河夜市的吃喝玩乐 烧烤的滋滋声 炒烧的叮当声 酒杯的碰撞声 人们的欢笑声 伴随着周围涌动的人潮 和密集的灯火 这样的热闹 可以从夜幕降临 一直持续到夜里十二点 炭杯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 扑鼻的香气 欢乐的笑声 炎夏之夜 分为热闹又祥和 烧烤一吃 晚风一吹 别提有多惬意了 既然来到了内蒙古 怎么也得先尝尝当地的牛羊肉 也就是当地人说的红食 带大家尝尝我们圆河夜市的 这两款火锅 这两款火锅真的是肉多的 已经要溢出来了 当地两款比较有特色的火锅 这个是羊蝎子火锅 这个是牛排锅 羊蝎子和牛排 您也许在家里就经常吃 但这里的口味却相当不一样 好吃 是吧 这真的好吃 而且就是尤其底下这个圆汤 我们以后会涮面 这个就绝了 我刚刚咬完了一口 就是忍不住去吃第二下 是吧 最香莫菇骨鞭肉 我在吃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 它羊肉呢 它是这种小麻小辣有点咸香的口味 对对 而且吃的时候呢 你又可以感觉到鲁笋呢 也很香 掰开以后 然后这它会有骨髓 用这么一些 一掰着吃 然后先吸骨髓 然后再吃这个贴骨肉 特软蓝头骨一定要吃尝尝尝 晚上快尝尝这个牛排 这个带着筋确实是更香 而且它吃起来 这个口感会更辣一些 而且牛肉就是越嚼越有嚼劲 咕嘟咕嘟的肉火锅热辣滚烫 吃一块肉 再来一杯酸甜可口的麻奶 美味的肉和奶 绝对是草原夜市上的最佳牌档 这么好吃的羊蝎子 我们不妨给这厨师学起来吧 我们选用的是乌珠木庆草原的 六个月大的羔羊是蝎羊 我们就当地话叫鞋子 就是公羊的意思 这羊呢我们选的时候 这个一定要选一个带尾的 你看啊 因为带尾的这个羊 这个煮出来以后 它的脂肪会分布到这个瘦肉里面更香 看似简单的火锅 其实准备和制作起来 也是很有讲究的 这羊蝎子呢 我们要剁成五到六公分长的段 而且剁的时候呢 一定要快刀快剁 这样的话第一方面是 不会流失这个骨髓 再一方面就是不会有骨头扎嘴 每块都剁成大小一致的肉块 保证受热均匀 羊蝎子要好吃 还有一个秘诀 就是把羊尾巴放进去 一块儿煮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羊尾部存储的油脂 会让羊蝎子在炖煮时 溢出满屋子的油脂的方向 羊蝎子火锅做的是微辣口味的 配料理搭配着不同的辣椒 提辣的是这个 泡椒豆瓣 泡椒酱 豆瓣酱 还有这个干辣椒 麻的话我们这个羊蝎子不算嘛 就是香辣 焯水后的羊蝎子 放在高压锅里备用 把刚刚咱们说的那些 大料 茴香 孜然 泡椒 豆瓣酱一起炒香 炒香之后呢 加水 把它把渣子捞出来 放到一个鲍鱼袋里边 把它之后再放里边 这样的话 煮出来的羊蝎子 没有辣椒渣子 绝妙的滋味都在这一锅底料理 将调料袋和料水 都加到高压锅里压三十分钟 羊蝎子经过慢慢炖煮过后 看着就让人直流口水 那骨头周围的肉 早已吸满了浓浓的汤汁 闻起来香 吃起来更是鲜美无比呀 那么牛排锅怎么做 味道又如何呢 火锅底料因为它有牛油 能提香味和麻辣味 就是带骨的牛肋排 也是切成大概是 五到六厘米见方的块 为什么要这么大呢 我们用这个装锅装的 所以说它品相上 能让你感觉特别有食欲 如果太小的话 它的肉会掉下来 牛排锅的制作方法 跟羊蝎子差不多 也是先炒调料 再放进高压锅炖煮 牛肉要炖四分钟 为什么牛肉要挺快点 因为牛肉它可能会老 羊我们用的是高羊 大块大块的肉铺满锅底 骨汤咕嘟咕嘟往外冒 肉香味四溢 简直太馋人了 在圆河夜市 还有很多种牛羊肉的做法 当地厨师告诉我们 涮羊肉 手把肉 烤全羊 炖牛肉 都是经典美味 西林郭乐盟本地独有的草地羊 是高羊 它的重量在40斤到50斤 是比较适合做烤全羊的 它的特点是标肥体壮 色泽卸量 然后肉质比较鲜嫩 脂肪分布得比较均匀 代表是非常丰富 优质的食材 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那就是上炭火烤 早木炭在烤制的过程当中 会有一定的果香 附着在烤全羊的身上 炭主要是分布在羊的四个角落 腿上的肉 四个腿的肉比较厚 羊排相对来说肉质比较薄 用更多的火力来烤制羊腿的部分 使其它能同时成熟 说是烤 但是还有更大的程度需要焖 所以说是焖烤结合 每半个小时刷一次油 不时将白条羊在火上左右翻转 经过三个半小时的烤制 羊肉表面变得焦黄油亮 羊肉改刀后撒上少量的芝麻滋然和辣椒 外皮酥脆 内里鲜嫩多汁 真是香啊 在西陵古洛蒙 当地人还喜欢将羊肉涮着吃 在大草原上涮羊肉 当然更强调食材的新鲜 晚阳 这就是我们当地非常火爆的一家火锅店 这家火锅店有三层楼 就是这样的规模 现在旺季也可以说是要天天排队 但是我已经提前订好了位置 走 我们去品尝一下 好 走 这家店看来生意十分火爆 门口就有很多人在排队等号 涮羊肉是当地人常吃不腻的美食 红白相间 肥瘦适中的大排羊肉 很快就被一抢而空 这一桌就是我们这里吃涮羊肉的一个标配 就是这些菜品都是桌桌必点是吗 是这样的 这三种羊肉是羊的身体上三个不同的部位 它们的口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都是非常的鲜美 我们这里就讲究一个一定要大口吃肉 我们先来尝尝这款的 我觉得它看起来就很别致 对 你有没有发现它长得像一个蝴蝶的形状 它是我们这个羊的一个理解的部分 你尝一下 涮羊肉正宗吃法那还是得用清汤锅 下了肉片后只需等待羊肉变色 再过20到30秒后就可以食用了 这口吃进去真的是太香了 是不是看起来比较肥 但是做到了肥而不腻 肉因为它是有厚度的 所以在吃的时候 你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 它肉的纹理 而且吃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山味 反而是越嚼越香 加几片羊肉卷 放入翻滚的火锅汤中一烫 鲜香味美 嚼劲十足 这个是羊肉片 它里面有一点点脆骨 我们这个当地把它叫做高盖肉 尝一下 高盖的羊肉吃起来 它里面这个脆骨还是很量很足的 也不是说小小的一块 反而是很大片的 吃起来就是嘎啵脆在嘴里 它有羊肉的嫩 它还有这个脆骨的脆劲和嚼劲 咸熟的片肉 精致的摆盘 一会儿功夫 鲜美诱人的羊肉就摆上了餐桌 据说 现在我们吃的才是今年第一批真正的草原羊 因为今年七月份雨水较多 草长得快 而这个时候正好是羊吃草长标的时节 为了让羊多吃草 所以今年8月9号开始才有了第一批羊进来 西林郭勒蒙的羊汁在广袤的草原上 自由地奔跑 吃草 喝水 这种自然放牧的羊才最新鲜 首先草地羊最大的一个特点 它的尾巴特别大 你看这尾巴 你看这尾巴特别大 另外一点了 乌鲁木枪也叫熊猫羊 你看这眼睛 你看这个大尾巴 看那个大尾巴 我都快抓不住了 草地羊也俗称180羊 就是饲养够 从出生到够了180天就可以屠宰了 这个肉质也是最佳的 西林郭勒蒙的草原草场分布广泛 每个草场都有各自不同的羊种 乌猪木沁草原出产的乌猪木沁羊 肉质鲜美肥而不腻 而苏尼特草原的苏尼特羊肉 则被称为肉中人参 从事原明清的三朝贡帖 草原的人们大多喜欢 食用六月铃的羔羊 烹饪时可以保持肉质的鲜嫩 令人回味无穷 这块肉就像一个元宝一样 为什么叫元宝肉 后腿上的一块精华 它是一个纯瘦肉 它是一个喜欢吃瘦肉的朋友 完全可以选择吃元宝肉 这块肉叫羊外籍 它属于外籍上的一块部位肉 你看它呈长条形状 也俗称为扁淡肉 而且它这个肉了极为珍贵 只有这么两条 羊肉吃开了以后 最好带油才是最好的 你看这块肉下面是瘦肉 上面带着皮带精 它这个肉会更加鲜嫩 对于牧民们来说 羊肉的吃法虽然有很多 但他们却喜欢喝一种 当地人觉得大补的宝原汤 截取一块羊芒肠 再割取羊脊背内侧的肉 也就是羊身上的精华部分备用 而草原上特有的沙葱 可是必不可少的哟 沙葱生长在半荒漠草原 富含多种维生素 沙葱与羊肉混到一起后 将它们灌入盲肠包裹 带两种食材充分融合后 再注入一些清水 最后就是上火蒸了 四十分钟后 宝原汤就蒸好了 据说以前只有生病的老人 和坐月子的妇女才能享用 味道与营养兼具 在西林锅勒 人们解饿解馋 简单的办法就是借面馆 要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 在大城市 牛肉面是在面里找肉 而对于无肉不欢的草原人来说 却是在肉里找面吃 在这里你如果是馋了面 你也过来吃 馋了肉也可以过来吃 它上面的肉特别多 我们这块的这个肉 它就是大块的这种 然后超香 味道又有嚼劲 炒卤是这家面馆的老板 生长在牧区的他 儿时的生活就是放牛牧羊 后来他带着家人 离开牧区到城里生活 经营着这家面馆 它是冲屋区的 微味饲料那种的 当地的牛肉 环表牛肉 这是拿冷水满火 煮两个小时 牛肉要冷水下锅 加点葱姜和食用盐后 小火慢炖 晾凉后白色的油脂会逐渐变黄 这也是草原牛肉的特点 炒卤告诉我们 判断草原牛肉是否煮好 是要用铁叉子扎一下的 扎一下能顺利进去 肉就基本煮熟可以出锅了 牛肉要切成大块 这样吃着才过夜 煮肉的汤也要留下来 手擀面煮熟后 加上牛肉汤 再铺满大块的牛肉粒 这就是内蒙古传统牛肉面的标配 主打一个肉好又亮足 不先吃点肉都看不见下面的面条 品尝过了那么多牛羊肉 我们再来尝尝当地的奶制品和沙葱 节节腻吧 奶制品在当地被称为白食 那么奶制品又有哪些特色美食 味道又如何呢 奶豆腐是咱们当地的一个美食 反而不管是这个早晨喝茶也好 或者平时咱们想吃这个巴斯奶豆腐了 这个美食非常不错 这个奶豆腐还有具有这个调节 尝到这个作用 豆腐我们都吃过 但这奶豆腐又是如何制作的呢 奶豆腐是经过这个牛奶发酵以后 放在锅里熬制 熬制以后就是再放到模具里 做奶豆腐是牧民祖辈传下来的手艺 奶豆腐的传统做法 是在夏季牛奶自然发酵两天后 撇取上面一层高脂肪 留下的奶汁才可以倒入锅里 牛奶经过不断熬煮 蛋白和乳清在火力的作用下渐渐分离 撇出酸汤 留取牛奶中最精华的部分 40分钟以后奶香味渗出 当水分全挤干后 奶豆腐的制作就真正开始了 奶团需要不停搅动 这样才可以保证奶团不会粘到锅底 制作奶豆腐时火不能太旺 要用文火加热 火后可决定着奶豆腐的口感哟 最后乳清被彻底耗干时 阵阵奶香飘来 奶团被趁热盛进模具中 这时奶豆腐才终于制作完成 奶豆腐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再次烹饪 变成当地的一道特色甜品 奶豆腐是先把它切成 骰子大的一样块 然后就是咱们挂上咱们这个全蛋糊 有淀粉和鸡蛋 然后打的糊 把它挂上以后放到锅里面油炸就可以了 油温四至五成热时下入奶豆腐 这第一遍的油可以将外面的面糊 定形成圆润的小球 随后就是要再复炸一遍 面糊炸熟 奶豆腐炸软 炸了咱们用这个罩的垫起来 就是听到那个脆响就可以了 然后把糖色熬到这个香油色 最后起到小泡以后 就到这个拔丝状态 就把奶豆腐放里就可以 翻炸就可以了 拔丝的做法 中和了奶豆腐取绝式的颗粒感 一口下去外酥里嫩软糯可口 还把有淡淡的奶香味 酸酸甜甜的口味吃起来 也不会有过多的甜腻感 在西林锅乐人的餐桌上 也有特色小炒 接下来孙大厨给我们准备了一道 什么小炒呢 内蒙古当地的这个高羊肚 这个羊肚品质非常好 吃到嘴里有一种脆的感觉 羊肚丝带着浓香的羊肉味 与彩椒一起翻炒 又脆爽又够味 用高压锅压过二十分钟后 就可以切成粗细大小一致的丝了 这道菜是先把这个原料给它飞水 飞完水以后就是 呛锅放入这个葱和干辣椒 这道菜是个爆炒菜 所以激活快炒的菜 只需二十多秒 一道色香味俱全 香喷喷的下饭菜 爆炒羊肚丝就可以出国上桌了 在草原上品尝过肉和奶 如果你想吃点清爽口味的绿叶菜 那么接下来这道凉拌沙葱 可千万别错过 沙葱嫩精不易储存 通常是现采现吃 也只有当下这个季节 才可以吃到新鲜的沙葱 凉拌沙葱 将洗干净的沙葱 放在滚水锅里烫熟 捞出来 用凉水泡一泡 拌上植物油 陈醋 油辣子 小米椒调配而成的汁水 清新爽口 别有风味 八月来到西林郭德蒙 不仅可以感受到城市的热情和奔放 也可以开车奔赴草原的深处 当地人告诉我们 这里除了逝去的夜市 还有外地游客最向往的草原夜市 在西林郭德蒙乌拉盖 不仅可以看到 让人心旷神移的九曲湾 还有幽静神秘的野狼谷 芬芳秀丽的韶药花谷 当然你也可以搭起帐篷 让自己的身心得到完全的放松 喜欢清洁大自然 而且咱们这儿的美食也特别特别的好 环境也特别特别的优美 希望大家可以来西林郭德蒙 大同样做客 好点羊排呀 煮点牛头呀 在这儿小煮两杯 其实生活比较惬意 咱们这个牛头 牛头我比较爱吃 一个是牛舌 我比较爱吃 还有就是牛耳 牛耳它上面有一层脆锅 吃的时候 个精个精的 除了美景 露营地的美食也十分有特色 瞧瞧 这儿有四十斤重的牛头 就是今晚露营地的晚餐 这牛头究竟该如何制作成美食呢 牛的所有肉质 没有这个牛头的这个肉质 口感好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牛头的这个口感呢 它是金头八脑的那种感觉 有嚼劲 而且很糯 吃起来很香 对 所以这个牛头 吃起来肯定会比别的部位 要好吃一些 牛头用火烧一遍 再涮洗干净 就可以放冷水和香料 一起炖煮了 水开后要及时撇去浮沫 再加糖浆上色 我们炒糖色是因为 想让这个牛头更加的鲜香滑嫩 而且这个糖色是 必须要一直小火去炒出来以后 添加到咱们这个炖牛头的汤中 牛头要炖的时间长一些 一般要炖五个小时以上 温火慢炖的话 它会炖出来以后 它是软糯鲜香那种 有嚼劲 而且很糯那种的感觉 中间是会一直加水的 这边炖上了牛头 另一边厨师准备要烧烤了 烤羊腿和烤羊排 必须安排上 用洋葱姜片 食盐和料酒 将羊排和羊腿 均匀地涂抹好 轻轻揉捏 腌制15分钟 让羊肉有了底味后 就可以上烤炉了 八九十度 这个也是属于文火 慢慢地去熏烤 熏烤两到三个小时以后 它就可以拿出来食用了 属于是低温烘烤 如果温度太高的话 它会糊掉 它一旦糊了 你吃到嘴里 它肯定就是一股糊味 又苦又难吃 就白香了这些好东西了 封闭的大圆筒支起炭火 肉串吊挂在里面 这样烤出来的肉 外焦里嫩 尤其是带皮的 烘烤时羊肉也能带上 果木熏烤的芳香 吊炉烤制的羊肉 焦香细嫩又多汁 肉质软嫩不干不柴 我们营地的菜真的是太用了 没错 今天给两位准备的 都是咱们当地的特色美食 炖牛头烤羊排烤羊腿 你知道吗 在我们当地 一般接待 比如说很重要的客人的时候 我们都会准备这样的牛头宴 这牛头真的是太大一个了 我都不知道如何下手 咱们这颗牛头 它其实就已经很软烂了 但是它最好吃的部位 就是咱们这个牛眼窝的部位 你看它这个里面是有筋 还有肉 然后闻起来非常的香 羊排还有羊腿 还有两种口感 一种是烤的 一种是熏的口感 欢聚时光 璀璨绚烂的烟花准时绽放 小伙伴们围绕着篝火 享受着欢快的夜晚 另一边 情景马具蒙古马正在上演 舞台雄壮铁骑的激情 也让游客们热血沸腾 大家在这里懒心和入梦 拥草原入眠 享受着草原风情和美食 带来的无限快乐